现在您看台湾百岳当中 讲到齐来山应该算是被视为最神秘 山难事件最多的一座高山了 也因此山友是给他取名为黑色齐来 甚至许多人在这里失踪 发生了山难 但是呢却连尸体也都找不到 我们带你来看这一位男子林两泉 他今年已经是85岁高龄的老人家了 民国65年他还曾经参与山难的搜救行动 他走进了齐来山更不知道有多少回 而在他眼里的齐来山 那有什么古怪呢 就他亲口从头说起 以前七个话都没在地 比较有 奇怪为什么那种七个话 就叫舅舅 日语叫做期待 期待就是讨厌的 讨厌就是很讨厌的山群 台湾百岳有五月三间一怪 这唯一的一怪指的就是齐来山 他山难事件不断发生 而且奇怪的是 其实点是在将近四十年前 清华大学学生发生山难 从这个事件开始 齐来山似乎就不平静 当时是民国六十年七月 清华大学核子物理系学生六人 台大物理系学生一人 总共七人组成 齐来山登山探险队 就在攀登齐来大山的隔天 遇上了纳定台风 他们决定把营回到松雪楼 其中台大的师能健 清大的女学生赖淑青 靠着意志力先抵达求救 救难人员出动找人 可惜的是学生吴建昌 攻势武 耗尽体力 好不容易爬回来 紧紧距离松雪楼五十公尺 却仍然撑不住死亡 救难人员在九公里远的地方 又找到冻死的邱瑞昌 伯胜亨和前敌 不料隔年发生更离奇的事件 刚从东海大学政治系毕业的邱高 和以前师大副中的同学 当时就读福大四年级的李福明 以及胡德宁一起登齐来山 却迟迟没有下山 有登山队在卡罗楼和齐来主攻之间 发现了面包吐司 登山毛袜 胶带 以及登山杖 分别散落在三个地方 李福明的爸爸确认登山杖是儿子所有 大批搜救人员分别从雾设案河欢山 进入齐来山救援 东西被罢都看不到 很奇怪 有沙江地插在铺上 插在地上 吹都吹好了 转身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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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人说依照原住民习俗 把筷子插在地上表示求救的意思 不过始终是一个解不开的谜团 而且事情的发展越来越奇怪 三双筷子插在地上的区域 在齐来里山附近 在过去还有秋高三人的中华体鞋登山会会员证 而登山杖掉在卡罗楼北坡 秋高的旱山则一落在齐来主峰 靠近南峰山脊棱陷陷 卡罗楼断崖山谷中的羊肠小径 还有三块疑似秋高三人坐过的石头 推测秋高三人从雾舍出发 越过了卡罗楼断崖区 前往齐来主峰 有可能因为遇上天候状况不佳 决定折返 后来因为体力状况不好 所以开始抛弃身上的装备 但是连登山杖都放弃 有人一度怀疑 他们是不是遇上了台湾黑熊攻击 台湾熊在那个山区是比较少 它那边的动物 野生动物就是山枪跟水路比较多 于是秋高的附近提供悬赏奖金 搜救人员经过两个多月的搜寻 甚至兵分十一线 连西谷都找遍了 到现在过了快四十年 就是找不到 你都动物吃起来 那些水路杂都提了 有点好凉 找到都找不到 很奇怪 离奇失踪事件 让齐来山更蒙上一层神秘灭纱 民国六十五年 八名陆军官校的学生登齐来山 才刚到山脚下 就遇上碧莉台风侵袭 队员李一诚体力不知又受了伤 安顿在一处山洞避难 其他七个人下山求救 结果只有鹤修湾抵达松雪楼 并救回了江开城 搜救人员陆续找到的 却都是不幸冻死的学生尸体 所有只剩下李一诚 他被安置在山洞里 但是搜救人员抵达时 却没有看到他 李一诚的父亲透过人 找到了经验丰富的林两泉 进入齐来山救儿子 林两泉当时带着两名原住民 一名警察还有登山队员 包括了东海大学卢姓女学生 一行七个人出发救人 他们的七位的营杖 怕台风嘛都是倒在这个虹口里面 看到那个倒下来下面的睡袋 两组都在里面 糟糕了 你跑开的时候一定要带队嘛 对不对 背包中央的中心 你关跑一定要输掉 林两泉心知不妙了 立刻扩大搜寻范围 从西谷下下山 碰到 碰到李一诚那个 走在那个西谷 草地上 已经捐起来 如果看起来已经死了 当然 如小姐不小弟 李先生丢一起回来 已经死了 糟糕了 淑皮不如叫咱们人子 一定要咱们人 空开咱们心上 林两泉用睡袋将李一诚的尸体 就地覆盖包裹起来 沿路以劈砍下来的树枝 插在地上做记号 好让两天后抵达的检井来验尸 一行人当晚抵达山屋休息 等待隔天再回城 但是这时候的林两泉并没有放松 因为他知道深夜会有事情发生 门口就用那个替帆做的 那我替时给他拖杯捐起来 那过了晚上呢 十二天过去 就十二天 阴阳过分别的时间 那如小姐跟我讲 哎 林立啊 我肚子痛了 糟糕了 我跟他脱摸摸看 没有发烧嘛 对不对 啊 找到了 一定要再滚着 刚好一点 我没有发烂 我还要眼督住住了 找不到了 我没有发烂 我锁针头 我带两根嘛 一个只给他 女学生捧着脚痛的肚子 赶着出门去上厕所 结果门一打开 我肚子又啊 一声 李医生已经滚到上面来 结果林果有了 眼睛就看这个 碎了眼睛 你面是清清的 哦 脚没有看到 只有林果啦 哦 差一声了 啊 哦 跑进去 哦哦 扔了两个三包三个三包 每个人都不肯看了 那我出去吧 不要叫李先生 我们很辛苦啦 今天今天晚上呢 我回去给你报告部队哦 拜托拜托 你回去好了嘛 慢慢玩笑 隔天终于顺利抵达松雪楼 派出国军人员 把李医成送下山 为此李医成的父亲 还亲自写信 感谢林两全 找回儿子的遗体 不过起来山岸 却从没有停止过 陆军官校六名学生 死亡事件的隔年 居然国中四名学生 从河关山进入山区 打算攀登大雨山 不料去误闯齐来山区 同样惨遭不幸 后来林两全的登山队 队员何金红 在沙路高空毕业前夕 和另外两名同学一起登山 同样也离奇失踪 他一个人奇怪的 走那个人没有通过的地方 砍那个茅潮啦 塑星啦通过啦 他两个朋友是奇怪 河关山路名 为什么砍着海里路下队啦 就已经给他那个抓住进去了 后来有山友前往登山 在南华山的三角点拍照 上面洗出来 却看到三角点上头有一个人 那个登山队呢 他知道嘛 打掉来 那个河金红的下面给他好嘛 洗衣服给他 完全附和 他的面向和这个一直 这很奇怪 旅旅遇到难以解释的状况 让高龄85岁的林两全 抱着宁可信其有的心态 尤其盘登奇来山 晚上住在成功堡 就是当年清华大学 五名学生罹难 各界捐助筹建的三座山屋时 林两全一定特别注意一件事情 有这个山友 把闻到那个门口就对了 进来门口 那很奇怪的 平安的那个 那门要慢慢到来 那人给他转到我的肩子 平安的送来 那人给他转到我的肩子 平安的过来 我爱着 我怎么回来 山屋里头悬挂着五名罹难学生的照片 是为了纪念年纪轻轻 却不幸罹难的学子 他相片是掉在成功堡里面 心里会有怪怪的感觉 应当这是心理音试 天气很高 一点人电动都没有 吉来山从民国六十年至今 已经有二十八人罹难 是台湾百岳当中 山难死亡人数最多的 它是一个 中央上面一个转折点 所以它瘦的方面都很大 假如说台风来了 或是什么 它就会第一个受到影响的 就是在吉来山区 还有一个就是地形问题 地形问题它每天到下午以后 它地形就会起雾 会起龙雾 所以会把登山的路径 会看不清楚 吉来山的艰险地形 气候变化又剧烈 没有熟悉的人带路 或者是登山装备不齐全 非常容易出事 也因为岩石构造 从河欢山方向望去 吉来山在光线折射下 呈现黑色的色泽 再加上山难死亡人数高 黑色吉来的称号不进而走 从民国六十年开始的山难当中 仍有六人失踪 到现在连尸体都没找到 但聚集团中 曾经早已成功 大路径为小几刀 偶射下 阿宗 大路径为小几刀 大路径为小几刀